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快就到十一了,還有幾天就到十一了 今年的十一是個大日子 這是中共篡奪政權70週年的紀念日,是中共的國慶 也是中國老百姓從此墮入專制集權的深淵 從此過上水生火熱生活的一個開始 所以這也是中國的國殤 那麼在這麼重要的一個日子 中共會舉行一系列的大的慶祝活動 其中最大的一個慶祝活動就是在北京的大閱兵 那這個閱兵以前搞過十幾次 他們搞閱兵不是要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 不是要來維護國家主權的安全,不是的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鞏固他這個政權的統治 作為習近平,作為這個政權的首腦 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強他個人對政權的掌控 然後加強這個政權對國家的掌控 這就是他的目的,跟老百姓的福利是完全沒有關係 甚至是背道而馳 老百姓現在最關心的是四個問題 住房、醫療、養老、教育 這四座大山壓在很多人的頭上喘不過氣來 但是這個大閱兵對於移除這四座大山 他不僅僅是沒有絲毫的正面的作用 他反而還有反的效果 所以說這個閱兵是跟老百姓的利益是相反的 他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 但是他這個維護,用這種手段來維護統治 到底有沒有效果呢?我做了一下分析 還真是沒有效果,而且還有反效果 為什麼有反效果他還要繼續進行呢? 那我等一會再來給大家講這個 我的思考、我的答案 先來講講他到底有哪些反效果 第一個反效果就是他浪費財政資源 現在中共不是說錢多到可以到處打水漂花不完 不是的,他的財政是非常的緊張 從2018年開始他的財政收入就是遞減的 2018年比2017年少了10% 2019年又會比2018年會更少 因為現在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嘛 那麼財政的支出它是不斷地在增加 維穩的經費在增加、軍費在增加、行政開始在增加 所以這些支出在增加,支出增加、收入減少 他這個財政的緊張狀況現在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說李克強都說了要大家過苦日子 要他們黨內的人、政府機構的人要過苦日子 說明財政相當緊張 而這一次大閱兵他要花很多的錢 這次大閱兵是據說他們黨的喉舌媒體說 是建國以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閱兵 那麼規模越大,花的錢就越多 上一次2017年的那一次規模比較大 花了多少錢呢?花了215億 那麼這一次比上次更大 至少也得花250億、甚至是300億、甚至是更多 現在中共財政本來已經不堪重負了 這就是在他的不堪重負的駱駝的背上 再加一捆稻草 讓他更加接近那個被壓垮的臨界點 這是第一大不利、對政權不利 那第二大不利呢?就是他影響這個經濟的發展 你如果開支增加了、收入也增加那就不要緊 但是呢,他是讓中共的收入是減少的 那在北京呢,這個有幾大產業啊 旅遊是一大產業 那麼這次旅遊呢?國慶期間 國慶的這個黃金周這一段時間 是最佳的旅遊時間 但是呢?這一次旅遊業大受影響 為了保證這個閱兵的順利進行呢? 習近平政權他必須的防止那些訪民 那些維權人士、那些民運人士 進京來進行抗議活動,來給他搗亂 他們說法叫做鬧事 為了防止這些人進軍鬧事 他又不好判別到底哪些人是潛在的維權人士 因為現在中國好多人利益受到侵害、權利受到侵犯 都有維權的需求 那麼他們就採取了一個易刀切的方法 那很多地區、很多的人就根本不讓你進京了 那這就影響到這個北京的旅遊業的收入 以及和旅遊業相關的娛樂業、餐飲服務業、零售業的 這一些的收入 那麼影響到收入也就影響到政府的稅收了 尤其是影響到北京市政府的稅收 不僅僅是北京,北京周邊的這些省份 像這個山東、河北、還有甚至是山西 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為他為了這個閱兵做得漂亮 天空一定要是藍的,這叫閱兵藍 為了保證這個閱兵藍在那天出現 他就提前很多天要對周邊的這些企業 要進行控制、要減低他們的產量 他不是說要來一個徹底的治理污染 不是的,他是讓這些鐵停止生產 這當然就影響了整個經濟 整個經濟的這個產出 對中共這是不利,這是第二個不利 第三個不利呢就是擾民 那受到騷擾最多的就是北京市民了 比如說到現在為止他們已經舉行過三次大閱兵的排練了 那每一次排練那都是要切斷這個城市的一些交通幹線的上面的交通 汽車不能開了,甚至地鐵也不讓坐了 那有些人上下班的時候沒有辦法 那就只好去做出租 弄得整個交通體系混亂不堪 老百姓不堪其擾,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到了十一的那天會有更多更多的手段出台 比如說在長安間兩道的兩邊的一些社區 這些老百姓那天早上八點鐘都要起床 然後到樓下去集合,這個維權官員要清點人數 因為他們不允許那些人停留在他們自己房屋裡面 能夠看得見從自己的房子裡面能看得見下面的閱兵 對閱兵會造成一些安全的隱患 怕有人從窗子那邊向他們射擊 還有他要加雙保險 說那些面對長安街的那些窗戶能夠看得見長安街的 都要貼上反光紙 你在屋子裡面看不見外面發生的情況 而且每一間房子不僅不能有人 而且大門還要打開 還要讓警察,讓那些維穩官員能夠隨時進到房間 隨時看得見房間裡面的情況 這還不是全部,還有更多 比如說那天他們不能夠開煤氣,煤氣都要切斷 你如果是家裡面沒電爐,那就做不成飯了 還有就是北京最近這段時間刀具剪子 現在都不能賣了 甚至是你在互聯網上面買也切斷了 只要到北京的都不讓去賣了 不僅僅是北京老百姓受到了這樣的騷擾 而且全國各地的都有不同的階層受到騷擾了 比如說維權階層,民運人士那這些群體當然是了 就對他們實行重點監控,對他們進行堵截 甚至是有一些人就提前預防性的把他們先抓起來 或者是送到某一個地區進行軟禁 很多人受到這種待遇,受到這種待遇的人 這次國慶有幾萬人之多 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西藏的,新疆的那些 那就不算了,那就更多了 所以說對全國的很多很多老百姓形成了相當大程度的騷擾 而這些騷擾呢,對政權有沒有利呢?當然不利 老百姓心裡面的那個怒氣就在積累 可能這一天他們就會爆發出來 即使這一天爆發不出來,他們也會積累在心裡 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 總有一天會轉化成對這個政權的衝擊力、打擊力 所以這是第三個不利,那第四個不利呢 就是引起周邊國家的不滿和戒備 中共過去70年已經把周邊國家全部都得罪了 得罪了一個變,印度、越南、俄羅斯 這是過去跟中共打過仗的,緬甸也跟中共打過仗 那台灣一直被中共威脅著要搞武統 絕對不放棄使用武力 所以台灣也是把中共當成是這個世界上 唯一的有可能侵略它的敵人,韓國 因為這個中共過去一直支持北朝鮮 搞什麼核試驗,對韓國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所以說韓國對中共也是相當不滿的 日本就不用說了,那是美國的盟友 東南亞那些國家,你中共過去在南海耀武揚威 已經把這個九段線劃到人家家門口了 這個在南海大勢的自田海造礁搞軍事基地 對周邊的國家都形成了威脅 所以這些國家也是對中共有意見的 那麼在這種時候,你又大秀肌肉 顯示自己武力有多強大 那周邊這些國家,小的國家 那麼就會感覺到受到威脅 那麼這個時候它就會聯合起來 就會抱團來對付你 抱團還對付不了你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找美國找日本,跟那些國家 跟那些強國去結盟 所以說現在在東面南面 所有的這些國家都已經變成了中共的敵國 你這個時候再去搞閱兵 這就是加深大家對你的這種戒備 加深大家對你的不滿,推向 推動大家去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現在川普跟莫迪不是好得很嗎? 川普跟安倍不是好得很嗎? 越南跟日本不就是又好了嗎? 那現在日韓、台越、東南亞 其他的這些國家不都是在一起 搞聯合軍事演習了嗎? 所以說這種大閱兵 對改變中共的這個國際處境 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那現在唯一的對中共還沒有公開表示 對中共進行抗議的 公開跟中共進行對抗的就是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是中共的盟友嗎? 絕對不是 普京都不是已經說了嗎?前一段時間 前幾個月剛剛說了 他現在是坐山光虎鬥 看看哪邊鬥贏了 他就站在哪一邊 所以說現在中共是完全沒有盟友 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耀武揚威搞閱兵 這就是自討苦吃 這是第四個 那第五個呢 第五個不好的地方不利的地方 那就是會加劇他們黨內的鬥爭 給黨內的進行政變提供了一個機會 中共的他們的這個情報機構 那是無所不在 而且大家相互之間都摸不透底 所以說要搞政變要搞密謀幾個大家族 幾個大派系要坐在一起進行密謀 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不知道誰是耳目啊 哪個地方有這個習近平安插的耳目 所以說他們是相當謹慎 平時是不湊在一塊的 那麼你這個閱兵呢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派系都湊在一塊了 那麼這個時候這些派系的大頭目 家族的大家長現在都湊在一塊兒 大家可以面對面的來交流 這種情況下就增加了他們的密謀的 這種可能性為政變創造了條件 為政變今後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對習近平是相當相當的不利 不僅僅是為政變創造條件 還為兵變創造了條件 這個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 在1981年埃及的一個軍事強人 總統薩達特他就是在閱兵的這個場上面 被參與閱兵的幾個軍人當場射殺 被打成篩子一樣幾十發子彈 全部打在他身上 就只用了30秒的時間 就是這麼快就發生了 一個總統就被幹掉了 因為閱兵的時候 你總統要閱兵必須得從軍隊面前走過 從軍隊面前走過 你跟那個軍隊距離相當近 那個時候那一萬多人 兩萬人的軍人裡面 只要有這麼一個人 他的槍裡面是裝了子彈的 就能夠向你射擊 只要那一個人是被你反對派所控制的 所指使的 是被甚至是海外的 國外的這些敵對勢力 中共所說的敵對勢力 是他們所掌控的 那你這個習近平你就完了 所以說這也是相當大的一個風險 不是說不會發生 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還有一個更大的更重要的 更確定的會發生的一個不利的因素 對中共不利的就是給了反對派力量 一個向中共打臉的機會 這次習近平在北京搞大閱兵 香港人也會在香港搞大遊行 習近平的大閱兵呢 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香港人的大遊行也是有史以來 香港有史以來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我相信十一的這次遊行 它的規模一定會超過香港上次 六一二二百萬人的那個規模 在人類歷史上 真是沒有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遊行 香港人創造了歷史 拓了吉尼斯的遊行的世界紀錄 這不就是在給習近平打臉嗎 你有強大的軍隊有什麼用啊 香港人不照樣走上街頭公開的蔑視你 這就是給習近平的政權給他打臉 不僅僅是在香港老百姓可以走上街頭抗議 甚至是在中國這次十一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這是一個雙方博弈的過程 維穩階層維穩這個體系 他想把這些老百姓有怨氣的不滿的老百姓 把他們壓制住不讓他們走上街頭 這些維權人士上訪人士 這些不滿的人也在找機會走上街頭 那麼這雙方的這個博弈 現在誰說誰暈還不知道 你說不定那天就真有一個地方 甚至是幾個地方老百姓一起走上街頭 這就不是對中共的這個政權打臉了嗎 有人說了說這個閱兵可以威懾國外 對國際上的那些敵人起到威懾的作用 這個簡直是太不了解現在的國際形勢了 你現在呀你想威懾誰呀你想威懾印度 你威懾得到嗎 人家已經站在拉達克了 人家已經在動狼 對你挑釁了好幾次了 你習近平敢說一個布置 你習近平敢向他們放一槍嗎 不敢不敢 那你要說威懾美國那就更可笑了 美國一聽說這個詞就笑了 你那一點軍力跟美國相比 那簡直是九牛一毛 你那個航空母艦那兩艘航空母艦 你的那個敦衛跟美國的最小的那個 航空母艦攻擊群相比都要小得多 再不要談這個航空母艦上面的相關的 其他的技術設施了 比人家差了好幾代了 跟美國根本沒有辦法相比 甚至是跟日本都沒有辦法相比 那中國的這個軍隊啊 他也就是龐大啊 人數多但是呢大而不當 戰鬥力極其弱 有人說他可以振興軍隊的士氣 振興得起來嗎 你現在還有這麼多的領土 沒有收回來被俄羅斯侵占100多萬公里的領土 沒收回來 你提都不敢提軍隊怎麼會有士氣啊 印度佔了拉扎克佔了洞郎 你提都不敢提一個抗議都不敢發 你怎麼軍隊提升士氣啊 所以說現在提升士氣 這都是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說 也有人說他可以嚇唬中國的老百姓 通過閱兵向老百姓來展示軍力 告訴你們我有強大武力不要亂動 這個呢也是說不通的 因為向老百姓展示武力啊 你不需要展示什麼飛機啊 什麼導彈啊 這些東西你對老百姓用不到 你只要能夠展示啊 把軍隊派到各個城市 讓他們在街上提著槍 鶴槍實彈的巡邏 那就把老百姓真是有一點點威懾的作用 嚇唬的作用 但是你習近平不敢啊 你只要把軍隊派到各個地方 各個城市啊 讓他們有了子彈 有了武器 那這些軍隊啊 隨時都有可能舉行兵變啊 隨時都有可能站在老百姓一起啊 隨時都有可能被黨內的那些反對派所利用啊 那這個時候習近平你就控制不住軍隊了 所以說他又不敢 你就在北京那你展示那幾顆導彈啊 展示那幾個飛機有個鬼用 老百姓根本不屌你啊 這個時候他們該上街的還是會上街 只要你維穩的那個力量啊壓制不住他們 他們就上街抗議了 所以顏色革命就爆發了 所以這個對震懾老百姓是完全沒有作用 那從我剛才的這個分析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閱兵呢 對維護政權 對維護習近平的統治啊 是有害無利 但是他們為什麼還要搞呢 這就跟吸毒一樣 那你只要以前吸過幾次 那你就上癮了 你上了癮了 你就必須得繼續吸 你有一天不吸啊 你那個鼻涕啊 眼淚啊 那個哈拉子啊 那就止不住的流下來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這個人不行了 那你為了讓人家看著 你這個人還行 你就得不斷的吸 雖然你身體呢 會一天比一天的差 一天一天的接近死亡 但是呢 你至少是你得蒙混過那一刻 現在中共就是這種場景 他以前呢 不是已經搞過好多次閱兵了嗎 你只要一次不搞閱兵 人家就說 你是不是內部出了問題了 你是不是失去了 習近平是不是失去了 對這個政權的掌控了 是不是不敢閱兵了 所以說這個閱兵就跟吸毒一樣 你過去吸過 你就必須得一直吸下去 吸到死為止 但是呢 每吸一次都會讓你的身體啊 更加的衰弱 每月一次兵都會讓你這個政權呢 更加的虛弱 但是呢 他必須得做下去 那今年呢 十一我們就啊 祝賀他 繼續做下去 我相信呢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次閱兵 現在啊 離世已經不遠了 現在啊 他已經呢 是這個四面楚歌 內外交困 時間已經不久了 我們就給他們一次 再一次啊 閱兵 再一次秀肌肉 再一次吸毒的機會 好不好 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